這次這個升息 其實會讓市場非常的恐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大家會比較上一次 這麼樣激進的升息循環 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就是2004年的年終 到2006年的年終 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 升息17嘛 那時候的聯準會主席是葛林斯潘 然後升息把名目利率升到5.25% 那5.25%的名目利率呢 是那個時代的美國的經濟 沒有辦法吸收的 那後來很清楚的 在2007年的第一季 發生的次級房貸金融風暴 衍生為全球金融海嘯 好 那現在呢這一次呢 那一次是升17次 17嘛 但是這一次呢已經升了20嘛 那現在的聯邦基金利率呢 是來到5-5.25%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當然是 大家會擔心會不會再重演 這個刺激房貸或者是 這個金融海嘯那樣的一個情況 而且呢如果說我們去參考 6月這個FOMC 他們所發佈的這個利率點證圖 我們發現多數的 FOMC的委員呢 認為啊今年2023年呢 最四的聯邦基金利率呢 要來到5.5%到5.75% 也就是還要再升涼嘛 那美國的這個整個的市場呢 有沒有辦法 因應這麼高的明目利率 而不產生風險呢 我們知道啊這個美國的升息循環 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發生這個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雖然說暫時告一段落 但是如果說再繼續升息下去呢 會不會再爆發另外一些衛報彈 這個就很難預料了 當這個明目利率高到一定的程度 其實那種衍生的衛報彈 是很難去掌握跟預料的 那特別是其實 在這一次的點證圖公佈之前 我一直認為啊 美國應該是不用再升息了 這是大概把這個隔差利率 這個聯邦基金利率 它是一個隔差利率嘛 就是銀行之間 彼此借貸的一個利息 把它停在5%到5.2% 我覺得是夠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美國的這個利率呢 已經由負轉正 它的實質利率是正的 就扣掉這個通貨膨脹率 那當實質利率是正的 其實對這種通膨 就有一定的因應的一個效果了 我們反觀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現在的這個 實質利率還是負的 實質利率就是有減掉通膨嘛 沒有錯 最後的對不對 對 OK 台灣現在是負的 我想大家應該會覺得 一直都覺得好像美國的狀況 比較嚴峻 可是我們有時候 忘了來看一下台灣 目前其實身處在的環境 恐怕會比美國稍微再艱辛一點 再困難一點 畢竟這個經濟體的量體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差別了 而且美元還是有一個國際主導 跟領先的地位在 所以即便呢 它緊縮了之後 然後甚至有很多人認為 明年會來降息嘛 可是您認為明年降息的空間大嗎 我認為如果說發生的這種 類似經濟衰退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美國經濟衰退 但是美國其實我們講經濟衰退的定義 就是說連續兩季 YOY的經濟成長率是負成長 可是美國現在還是正成長 第一季我們台灣是負成長 但是人家美國第一季還是正成長 而且我們還沒有看到就是說 很明顯的衰退跡象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美國的這個就業市場 還是非常蓬勃的 它的失業率 最新的失業率相較前一個月 還下降了0.1個百分點 而且非農就業人口 還是持續在那個臨界點 就是15萬人以上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當然是 會大家擔心 因為明目率率很高 那另外一點呢 大家會擔心就是說 美國會不會有衰退 就是它的公債殖利率倒掛的問題 現在由此一說啦 就是說聯準會呢 可能會想要用一次的衰退 來解決目前通膨的問題 這是陰謀論對不對 這是陰謀論 但是我會認為說 這則蠻奇怪的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說 現在不必再升級 一則是剛剛提到就是說 失職利率已經有負轉正 那另外來看的話就是說 美國呢它的CPI 雖然是還是遠遠高於 它這個聯準會設定的 這個2%以上 但是呢這個PPI啊 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數的年增率呢 已經持續下滑 而且是這個低於這個CPI 我們知道這個PPI啊 就是所有廠商 它的生產的平均成本 那麼CPI是由這個市場供需 所決定的價格 那當這個CPI的年增率 持續在PPI以上的話 就表示這個企業呢 雖然是還是遭遇到通膨的壓力 但是它已經開始獲利了 對 它的等於說它的售價平均而言 高於這個平均的成本 開始獲利 那企業開始獲利呢 基本上它就不至於再繼續 譬如說Lay off員工 等於說整個經濟呢 就會慢慢回到一個正軌 這個就是我認為就是說 聯準會其實不必再急於 升級的最主要原因啦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因為拜登他現在要 競選連任嘛 根據我的觀察 在過去四到五任的美國總統 如果他要選舉的那一年 剛好是經濟成長率是下滑的 然後失業率是上揚的 如果是他想要這個連任的話 就是說他已經八年任期任滿了 想要繼續由他副總統擔任的話 會選不上 過去大概四到五屆 然後呢如果說 他想要競選連任的話 他會失敗 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川普 所以說從這些跡象 我本來認為應該 不應該在聯準會再升級 因為升級的話 基本上會對經濟造成一些衝擊 您覺得什麼樣子的契機 會看到說 銀行可能有再度要倒閉的風險 其實這個當名目利率 高於這個5.25 那個風險就是非常高啦 譬如說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這個民眾他就 要借錢他就會先三四一下 到底到時候呢 我能不能還出這種錢 因為我現在成本好高喔 我去借錢 對 而且我們知道 美國人都是借錢在消費的 那另外的話 這個投資人 願不願意借錢去投資 這也是個問題 因為現在的利率這麼高對不對 那當這個投資人 可能他不願意借錢 那個民眾也不願意借錢消費的話 那銀行他的角色就有點尷尬了 他可能錢帶不出去啊等等 所以說我才會一直覺得就是說 聯準會呢他的升級循環 應該要適可而止 因為美國呢他的聯準會呢 他的責任不是只有 美國經濟好就好了 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最大的進口市場 當美國發生危險的話 他影響到的是 全世界的一個供應鏈 他會管大家嗎 他應該不會 他應該不會 但是就說 他常常要扮演這個世界警察嘛 那但是在經濟上 又常常讓其他國家呢 去這個 它的這個外衣效果 我覺得這個就是 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他先把同盆壓下來 那最後呢可能在選前的時候呢 釋出一些鴿派的訊息 那他看那時候會不會 這個不要發生這種所謂硬著陸 反而是讓經濟呢有所起色 以便讓這個拜登 能夠順利的競選連任 而且那個時候 越來越到選舉的氛圍啊 大家都在很期待 你不管是你民主黨 你共和黨要端出什麼樣的牛肉嘛 我想那個時候 共和黨或許打擊拜登政府 他的力道在於撒錢這塊 他的阻撓性也不會那麼高 因為我雖然不希望你競選連任 可是如果我現在開始要說 哎不行不行喔 我要緊縮一些 或是我不要在那樣的撒幣 我的選民或許不買單啊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說到時候我覺得就是 根據我的觀察 就是說等到選舉的特定的那一年 很關鍵的 第一個是就業市場的相關數據 第二個是經濟成長率相關數據 這兩個數據如果好的話 那麼根據過去的 這個四五次的經驗 拜登連任的機會就很高 嗯 OK 好 所以七月份 大家要關注升息之外 九月還有一次耶 所以如果一次都一碼一碼的話 差不多就結束了吧 這一波 以目前的六月的點證圖來看 大概就是還要升兩次嘛 每次一碼 所以就是七月一次 九月一次 那接下來就是維持 這個聯邦基金利率呢 在5.5到5.75%這樣不動 那另外的話 我們在看FOMC的委員 他們的多數意見 明年的話似乎就是有機會降息了 因為他要維持這個 實質利率在一定的程度 你也不能太高嘛 對 所以說大概 明年可能就是可以期待啦 是不是會有一些 這個貨幣政策的一個轉彎 但這個降息是不是 他一定要看到 經濟開始出現明確的衰退 比方說就業市場不好了 比方說一些負面的聲音出來了 他才有可能降息 這部分我倒是覺得 可以觀察美國的房市 因為美國的房市呢 占這個美國GDP呢 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引擎 那現在看樣子就是說 美國的房市呢 表現呢還是差想人意 那等到他譬如說 這個持續的升息 那導致這個房市呢 還真的是出現一些問題了 那房市呢 可能就是說釋出一些勞工 開始這個失業率呢 有所上揚 那他大概就是會 進行一些降息的動作了 那降息最主要影響 那當然也就是美國的房市 雖然說我們現在的 這個實質利率還是富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這個出口啊 訂單啊 還是持續的在低迷 都是年減 甚至將近兩位數等等 所以我不覺得就是說 接下來美國升息的話 我們臺灣會跟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當然是選舉快到了 那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成績做好 經濟的成績做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我們臺灣 跟美國的經濟的主要引擎不一樣 美國經濟呢 最主要引擎其實是民間消費 而我們臺灣呢 拉台GDP最主要引擎是商品出口 那所以說在這個時間點 我認為這個央行呢 除了說看這個通膨之外呢 另外一個目光的焦點 應該是會在匯率 那他也會考慮到 譬如說像現在 我們主要的一些競爭對手 他的匯率可能就是說 相對於美元是比較低的 比較弱勢的匯率 那台幣的話 當然是不能夠讓他轉強 對 比方說一些 其他的一些競爭出口國 我們通常很愛跟韓國比嘛 所以韓國的匯率就是臺灣 匯率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 有的時候不見得是美國 不見得是中國大陸對不對 其實韓國我們最直接的一個對手 我們看他的匯率表現 應該就可以稍微來去調整一下 所以剛剛教授有講到一點 就是美國他的 等於經濟的火車頭 比較像是內需 他們的消費力 那臺灣看的是在出口產業 所以出口產業 不管是連九黑連十黑 甚至是最近有看到一個數據說 好像要今年9月 才有可能從谷底稍微翻紅 您覺得9月這個時間點是 9月大概要相對樂觀一點 我看的應該是第四季 因為第一個看機器 那第二個就是說 看庫存區化的情況 那現在我們國內 無論是高科技產業 電子零組件 自動性產品 或者是傳產 其實都還有很多的一個庫存 那庫存如果說 能夠在第三季完成的話 大概第四季的這個電單跟出口 會比較有能見度一點 然後我們我剛剛的第一個問題是 那個第二戶的限制貸款 陳述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 很多的幻屋組 那現在其實在房市裡面的一些 不管是投資客也好 不管是自助客也好 他們也很關心 臺灣的這個利率到底要走向哪裡 因為會影響到 他們每個月所繳的房貸 那我就要問教授的點是 在9月份 臺灣最快就是在 第三季的央行李監事會 就有機會看到跟美國 走不同的路嗎 臺灣不順勢 我比較會 我覺得啦 我們的央行大概就是說 最主要他觀察的還是 經濟成長率跟我們的出口 那當然是他對外宣稱 他會說我就是要 這個瞭解到這個物價穩定 要注意是不是有通膨通縮的 一個情況 但是因為他是比較注重的 還是整個臺灣的整體的經濟表現 所以我認為9月他不會有任何動作 那當然是不可能升息 也不會是降息的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呢 如果說降息的話 也會讓我們採購的 比如說機器設備啊 原料的價格變高 那現在臺灣的通膨呢 基本上已經不再是輸入性通膨 跟美國一樣 就是說這個成本推升的力道 已經慢慢淡化了 因為國際的原物料啊等等 這些價格 都是在走低的 那現在臺灣跟美國一樣 就是說是屬於這種需求拉抬 那需求拉抬其實 老實說不是不好的通膨 某種程度上他就是說 會有機會拉抬這個經濟成長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NCC關中天沒收新聞自由 媒體寒蟬效應很嚴重 但是中天堅守第四權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臺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有請在這裡 啊 小火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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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